哈利路呀!今天的经文是 撒末尔纪上第十一章六节至十五节 撒末尔纪上第十一章六节至十五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扫罗听见这话 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甚是发怒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 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末尔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于是耶和华时百姓惧怕 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扫罗在比赛数点他们 以色列人有三十万 犹大人有三万 众人对那时则说 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 说明日太阳进入的时候 你们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 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 你们可以随意代应我们 第二日 扫罗将百姓分为三对 将沉耕的时候 入了亚门人的营 击杀了他们 直到太阳进入 剩下的人都逃善 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 百姓对撒末尔说 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 可以将他交出来 我们好杀死他 扫罗说 近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 撒末尔对百姓说 我们要往极脚去 在那里立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 哈利利亚 万君知主我们的神 今天每个人因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了主的面前 愿所有所有的人都能在主里 得着主与我们所约定的所有的永生 以及每个人都能努力按照主的道去行 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的圣灵此时此刻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向主悔改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个真正的信心 在座的所有的主的子女 都能在主所预定的所有的祝福当中 都能蒙主的祝福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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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教会的那些希望 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希望 特别是在转移 就是说颁我们教会的这一点上 神一直来给我们启示 我们也一直拿着这个题目来祷告 所以直到上周为止我们一起来祷告 最后是做了决定的 最后我们得到了英语 就是说因着我们得到的英语 用一句话来说 我们要往吉甲去 在那里立国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使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度要有个新的国度 那么这样的经文呢 神来赐给了我们这个经文 要我们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 今天我想对大家所讲的就是 神对我们说要我们去吉甲去在那里立一个新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属灵的一个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呢 神来赐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当中呢 通过神来给我们的这个英语 这个主的话语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计划去前行 那么我们所有的全员 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全员呢 都应该在主的信仰当中 来合而为一 我希望大家都能合而为一 大家能说阿门吗 撒末尔呢 在以色列的民族 对以色列的民族 说我们一起要往吉甲去 那么在那里立一个新的国家 那么可以在15节当中可以看到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那么所有的百姓众百姓 因为他们知道了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来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了 所以呢众百姓 就是说所有的百姓呢 都是往吉甲去 在那里呢 是县立了建了一个新的王国 今天呢 主的话语呢 现在实现在我们地级宣教教会联合的 所有的圣徒当中 那么在主的所有的旨意当中 那是因为主对我们的教会呢 是有一个新的旨意 那是因为主对我们呢 还是有一个主的计划 我们要按照主的计划 让我们众圣徒 让我们所有的圣徒呢 都能进到主所统治的那个国度当中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主所 为我们们预备好的那个约定当中 那么我得到了这个姻缘 我得到了这个主的话语之后呢 我是得到了很大的感动的 那是因为神是存活的 神是现在与我们做工 神现在还是统治着我们 一直来引导我们的 并且我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真正是想要像是否王一样 去试服我们的主 来接受他的智力的 我呢 并且呢 是亲身真正的体验的 主真是我们的主 王真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王 确实是时时刻刻来与我们同在 并且他是时时刻刻 来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显现给我们看 让我们来知道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的神呢 并不是像母亲一样 一直在那里不动的 神是创造天地万物 神呢 是创造了这个损人的世界 神是创造了所有的被造物 这都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按照主的旨意去 创造这世界上的天地万物的 那么神说是没有后悔过的 神说这一切是看好的 神并没有说 哎呀 我后悔造它了 那么 而是说 神看一切呢 都是好的 无论是从任何时候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 神说 神看一切都是好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 是义的神 他所做的一切 是没有后悔的 我相信就热烈都过 把随断了鬼神 那么再往后 大家所有的命运呢 是一直被掌握在 永永远远的 是有 全能的 是有 自理 天地万物的能力的 我们的神 那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 这种能力的 我们一直是要被我们的神 来被自理 被引导的 用主的名字 你们每个人都能进到主的国度当中 阿们 相信的人呢 真正一直与神同在的人呢 他们是蒙福的人 那么不信的人 还有一直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生活的人呢 他们是不信的 现在呢 可能是不可能来显现在你的面前 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是看不见 但我们还是相信属灵的 这个神的 那么过了时间之后呢 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的信仰是好是坏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都是可以来显现出来的 那么结果来说呢 就说只要是真正按照主的贼去行的话 那一定是会进到主的国度当中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首先主 对我们说 要让我们去基甲 在那里来立国 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 但是说 主已经预定好 预约好 要让我们去到那里呢 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那是主对我们EMC教会的 一个新的一个预定 和一个新的计划 那么我们这是因为 直到现在呢 我们是一直拥有信息 按照主的这一句行 并且从现在开始呢 又要进到一个主的新的 一个预定当中的 那么我们说 这个基甲 基甲是哪里呢 我们说基甲 在属灵方面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 是一个很好的 是一个 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的 那么 那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 那是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 在埃及呢 他们是受到了很大的侮辱 和很多的支配的 那么在 如果他们去了基甲呢 他们可以洗净 所有的那些侮辱 那么呢 说明是基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是被神 所拣选的一个百姓 但是呢 原本是应该在神的治理 和统治当中 生活的以色列百姓 但是他们在这个 旷野当中 一直是过着 奴隶生活的 那么虽然是被 神所拣选的百姓 但是他们还要过 一个奴隶生活 这说明是 他们是没有按照 神的道具心 他们是被受到侮辱的 他们虽然是被 神所拣选的 神的百姓 但是他们还要在埃及 过着这个奴隶的生活 当时他们是绝望的 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每个每个人 都是不拼不满的 他们每个人 每时每刻呢 都是过着这个 奴隶的生活 一个仆人的生活的 他们是不得不去 过仆人生活 他们作为一个神的百姓 他们是没有这个特权 他们是曾经被 掠夺的这个地呢 就是 那么他们是被 一直是为了 一直是因为 为了神的欢迎呢 他们是一直在埃及呢 是过着一个奴隶的生活的 他们一直是 被子弥乡 在那里过着仆人的生活 那是说明 他们是一直过着 是非常非常被受侮辱的那种生活的 他们就像是一个被扔的石头一样 这个石头呢 就是像被 一直随便扔下去的 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 这个极甲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来洗净他们 所有的侮辱 以及他们到现在为止 所受到那些所有的侮辱 和所有的伤心 所有的不屏幕不满的地方 从进到极甲开始 他们作为 他们所 神所拣选的百姓 一进到极甲那个开始 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的所有的侮辱 都会被洗净 他们在埃及的这个奴隶生活当中 从进到极甲开始 就所有的一切侮辱 都是结束的 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的 这个意思的 他们在埃及 埃及一直是受侮辱 一直过着侮辱生活 他们是一直受支配的 但是他们还是在那里 是接受 他们是体验到了 让越当河 他们是体验到过越当河 但是在那里呢 一进到极甲的地方开始呢 他们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的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出发 神一直是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的 那么这是说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是出活的神的 那是一个来纪念 真正是无所不能的 神的一个意义的 它是让越南河裂开 他们是从伊利哥地方 开始来建立一个纪念碑的 就是说来建立一个神的纪念碑的 一个地方 那就是极甲 所以那极甲那是个什么地方呢 极甲 这个地方也是说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说 有一个逆转 就是说它 是极甲是一个 让我们有个人生大逆转的一个地方 作为神的子女呢 从以前在埃及当中 一直过着普通的生活 一直过着被支配的生活的 那个生活开始 从近到极甲开始 就有了个新的开始 就有了个人生大逆转的一个地方 原本是疲累的 原本是伤心的 但是过了约旦河之后 一进到极甲那个地方开始 他们就有了个新的开始的 在那里呢 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 在那里呢 是有个新的开始的 那么进入迦南之地的 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极甲这个地方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那是因为 神已经对我们 是有个新的这个希望的 神是来应运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希望在主里面 能按照主的道去做 都能是希望 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 能进到迦南之地的 那么从进到 极甲这个地方开始呢 我们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的 那么这是说 主 拥有了我们这个祷告 你们不觉得 我们做的 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什么 那么你们不觉得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进到极甲开始 你们难道不觉得 这是有个新的开始吗 那么 在极甲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为了进到极甲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神所喜乐的 这个新的一个国度 我们怎么样应该去建立 这个国度呢 首先呢 他们是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是拿个 拿十二个这个石头呢 是在那里建了一个纪念碑 他们是在那里建了一个纪念碑 在创世纪十七章当中呢 也讲到 以色列的 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割礼 割礼呢 是说 那是他们与神的一个约定 那是说 与神有一个约定的一个仪式的 所以呢 在那里呢 男性呢 要进行割礼的 通过那个割礼仪式呢 那就说 他们从现在开始 就成为了神的子女的 那么 在罪恶当中的 这个世间生活的 这个所有的罪恶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走出来 就是说 从进行割礼之后 我们要与神的一个 这个重新的约定 那么这个仪式呢 就是 行割礼的一个仪式的 那么在吉甲呢 他们进到吉甲之后 他们 首先呢 是行割礼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 要首先行割礼呢 以色列 他们在埃及当中 一直在那里 彷徨的时候 在旷野彷徨的时候 他们刚从埃及走出来之后呢 他们首先呢 行的仪式就是说 让男孩呢 是行割礼 因为他们一直在 沙漠当中 彷徨 他们一直是 在那里彷徨 那么就说明 他们当时是 非常非常 那个环境呢 是非常非常的 恶劣的 那么在那样的 恶劣的环境当中 可能是不能去行 这个新割礼的 这个仪式 在埃及一直 遭难 遭了四十年 所有所有的人 都已经是灰心了 都伤心了 只有是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呢 只有是两个人 他们呢 是一直拥有信心的 那说明在 旷野当中呢 是 已经是过了几个 已经是过了一个世代 那么说明 是在那时候 走出旷野的时候呢 是一个新的 新一代的人的 那么约瑟亚和迦勒呢 通过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模范的一个信仰 通过约瑟亚和迦勒的 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模范的信仰呢 约旦河是裂开的 通过他们的信仰呢 让所有所有的 新一代的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呢 是他们 一同过了这个约旦河的 那么过了约旦河之后呢 他们当时因为 没有进行 割礼呢 所以呢 那就说明是 他们还没有达到 这个能进到 迦南之地的信仰的 我希望在这里的各位呢 在这里呢 能明白的 那么已经过了约旦河 那就是说 能过了约旦河 那是说并不是因为 这个新世代的 这个这些人 他们的信仰是好的 而是说 他们能过约旦河 那是因为 加勒和约旦河呢 他们两个是从一开始 就有个真正的 好的信仰 正确的信仰 那是因为他们属灵 他们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属灵的指导者 因为他们有个正确的信仰 所以呢 让以色列的百姓的 这个新一代的 这个新人们呢 能可以出埃及 能过这个约旦河的 那么他们就算是 过了约旦河 但是并不是说 一个约旦河 他们就是可以进到 迦南之地了 那么为了能及迦南之地呢 在那里呢 每一步每一步 都有个正确的信仰 都有个正确的 这个主的信仰 在那里呢 一定要行割礼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说在今日呢 并不是说 因为你们的信心 而是因为 我们指导者的信心 我们的父母的信心 因为我们的 领导者的信心 是得到了这个约定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说 哎 什么指导者 那是因为我的信心好 所以我才可以 所以我才得到祝福的 但是你们不要这么想 那是因为 我们的指导者的信心 我们的前辈们的信心 才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祝福的 那么新一代的 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是没能行割礼 所以呢 他们没有 没进到 他们没行割礼 所以呢 他们是没能进到 迦南之地的 为了能进到迦南之地 并不是因为看到 这个约旦河的 离开这个奇迹 而是为了能进到 迦南之地 那个七个部落 为了能 与迦南之地的 这个七个部族当中 能打 圣他们呢 所以呢 所有所有的人呢 都要去行割礼的 大家相信吗 那么因着行割礼呢 往后的那些所有的 那就说明是一个 我要从所有的事实当中 走出来的一个 这个仪式的 那么就可以得到 神与我们所约定的 那个祝福当中的 这是一个现的开始 这个新的出发点 那么这个仪式呢 就是行割礼的 那么在当时 你们要知道 行割礼是多么重要的 如果没得到一个 行割礼的话 你们在当时呢 是一定要行割礼的 那么行割礼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说为了行割礼呢 要去割开这个男性的 生殖器的这个包皮的 那么 那么这当时呢 是为了要 首先呢 去点火 用石头呢 去点火 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 为了点火呢 要用石头呢 去打击之后呢 去点火 那么为了能 把这个火点 点起来 那就说明 那个石头呢 是并不是 那个圆滑的石头 而是非常锋利的 这个石头的 就是一定是 磨得非常 这个锋利的石头的 所以呢 拿那个非常锋利的石头 去行割礼的 以前一定是 没有这个麻醉 麻醉药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大家没有麻醉药 去行割礼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的 疼痛的 那么可能是 如果行割礼的话 可能是几天 好几天都 走不了道的 如果你不觉得 如果你感觉不到 那个行割礼的疼痛的话 你礼拜之后来找我 我让你感受一下 那种疼痛 那么是说 人为了能成为 神的圣洁的子女 一定要去拿 磨炼好的 锋利的石头 去来行自己 行割礼的 那就是说 那个石之甲 背起石之甲 其实是一件 非常痛苦的 但是你因为怕 这个痛苦 因为你怕 这个疼痛的话 那是不能成为 一个真正的神的子女 那么人为了成为 一个真正的神的子女 人为了成为 一个真正的神的子女 那么人在成为 神的子女的 那一时刻开始 其实是一个非常疼痛的 那么在 在石头保罗也说 人在成为神的真正的子女 的那个时刻呢 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是一个女人 伤孩子一样的 那种分娩的痛苦 是同样的 就是说 就像是一个人 把一个女人 作为女人最痛苦的 就是分娩的痛苦的 那是说 来让自己的身体裂开 让这个孩子生出来的 那么是说 分娩的痛苦呢 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那就是说 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是想避免自己的 这种疼痛的 教会就说 你要去担当这个石之甲 你要去 遭受这个痛苦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是不想接受这种痛苦 他们一直是逃避的 因为要放下自己 要抛弃自己 就是说 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呢 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放下自己 所有的一切想法 和自己的所有的意念 放下你自己的 所有的人生想法 人生的这个观念 和你自己所有的意念呢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所以呢 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可能是要 去逃避的 但是如果 当时不行割离的话 就算是你过了约旦河 但是不可能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的 但是不可能 进到迦南之地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明白 所以你们即使是 因着你们父母的 这个祷告和这个信仰 因着这个指导者的信仰呢 可能是除了埃及 但是呢 如果你们每个每个人 为了你们每个每个人 都能进到迦南之地 都能得到祝福呢 你们每个每个人 都应该是一对一的 来行割离的 在生命纪第十章十六节当中呢 也讲的 这个行割离呢 是不仅仅是说 是一种 这种形式 让这个男士们呢 去行割离 而是说在心理上呢 也是一个 从心理方面呢 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形式的 那么我们说 这个行割离呢 那是说 在心理呢 每一个每个人 都要知道 从现在开始呢 我要放下我自己 我要埋葬我自己 我自己的所有的想法 我自己的所有意念 我要把我自己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在这个水里给洗掉 然后呢 从水里上来之后的 那时刻开始呢 我一定要是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按照神的道去做 都是按照神的引导去做 都是按照神的去做的 以前呢 这是一种行割离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一个受禁礼的一式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就算是行了 禁礼一式 但是有的人 虽然是行了禁礼一式 但是他们呢 还是 就算是 这个受了禁礼 但是他们还没有放下自己 他们没有在肉体方面 和没有在 属灵方面呢 是真正的 是按照神的 自己去做的 那么 就算是 行了禁礼 那么 现在的行禁礼呢 就算是行割离一样的 从受割离之后呢 那时刻开始呢 我们要与神 是与一对一的 来领受了这个神的真正的旨意 从那时候开始呢 才可以是一对一的 来得到神的约定和祝福 来进到 迦南之地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的 我们EMC教会的所有的神徒们 我们属灵的这个行割离呢 我们为了呢 有个新的真正的开始 我们为了能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拯救呢 这是我们应该是在属灵方面的 来得到的一个 应允的 我们的祖在来临的时候 为了能得到祖的迎接 不仅仅是用水来行禁礼 我们要在属灵方面 一定要得到这个结果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时常要准备好我们自己 无论是祖什么时候在来临 我们一定要得到主的这个迎接的 那么通过我们EMC教会的所有的圣徒们 那么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时期 主对我们有个这个新的祝福的这个约定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联盟 一定要进打吉甲 在吉甲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我们一定要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蒙范的教会 并不是讲像现在到为止 到现在为止一样的这样的教会 而是说真正的一个新的国度 真正的一个蒙范的一个神员们所约定的这个约定 在这里呢 我们在不仅仅是在肉体方面 并且我们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割礼的 一定要接受一个属灵方面的割礼的 如果我们相信就热烈的国度 把所有的那鬼神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就可以看到主的这个荣耀的 那么为了行属灵的割礼呢 我们要从这个当中走出来 我们要完全来以可主 完全来相信主 如果你们相信这个主的旨意的话 你们要去 所有的事情呢 当然应该是按照主的旨意去行 并不是说时时刻刻去动摇的这个旨意 主的旨意 而是要真正的从这个当中走出来 要真正的要从这个当中走出来 真正的要从 这些所有的黑暗当中走出来的 你们可以说安门吗 并不是说到现在为止的 最后我相信我相信 并不是说你口里只说安门 并不是说你一直是 像现在到现在为止一样的 说完然后不行动的 如果只是说不去做的话 那是一个魔鬼的 那是一个魔鬼的作为的 你们可以说安门吗 希望你们每个人能真正的明白 吉甲呢 就是个这样的地方 吉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那里呢是有个新的开始 是那里有个新的出发 在那里呢是一个 主对我们新的约定的一个新的开始的 蒙福的这个祝福 蒙福的这个地方的 那么在吉甲呢就像说我们 要把一个石头扔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说要把以前的所有的罪恶和所有的侮辱呢 都扔到很远的地方 现在吉甲呢时刻开始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的意思 如果你们要一起同行的话 就热烈地过去把水灯来回忆神 刚开始我得着了这个神的话语之后呢 其实上周呢 神就给了我这个英语 给了我这个神的话语 我就一直祷告 神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 神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 来给我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好的 多么美好的 多么伟大的一个神的话语呢 我们要慢慢地去详细地 慢慢地去品尝这个神的话语的 哈利路亚 然后呢在吉甲所行的 就是说他们在哪里行呢 这个约约节 约节是什么呢 约约节呢 是说他们从埃及当中走出来 在埃及被拯救出来的那些 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是抓了 他们是杀死了这个牛和羊呢 他们把这个 把这个宰羊给杀了之后呢 把这个血呢 这个抹在这个门框当中的 那么在那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那一天呢 所有所有来反抗神的人 和所有所有的来反抗神的 所有的人 以及还有牲畜 长子 那一天呢 神就来杀死了所有的长子的 来反抗 就是说神的这些人的长子的 在那里呢 他们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是把这个 血呢 是抹在了这个门框当中 然后呢 在患难当中 那就是说在患难当中 在神的震怒当中 在神的这个审判当中 他们是没有 没有在遇见这个 所有的苦难 而是说 那神的天使 神是引导他们 来越过这个患难呢 让他们进到这个祝福之门的 他在神是在埃及 当时违背神的话 有的人 神是杀死了他们 所有的这个长子 那么只有是在门框当中 来抹了这个 牛羊的血的这个 门框的人才逃过了这一劫 神呢 是说 你们在这个世上 是会遇到患难的 但是我会让你在患难当中 活过来 你们要刚强大胆的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这个世上 会有很大的患难 就算是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的患难 但是神还会 给我们做一个标记 来引导我们 来保护我们的 神会让我们 通过那个门框上的 那个标记呢 来保护我们的 虽然他们是过了 这个约旦河 但是就算是 过了约旦河 他们还是 没能完全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 在那里呢 是有七个部族的 当时 他们为了要进到 这个迦南之地的时候呢 伊斯利的百姓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在迦南之地的 那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个子非常非常大的 与那些大的人相比呢 伊斯利的百姓的 这个身体呢 就像是一个 虫子一样大小的 因为在迦南之地 生活的人呢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一个巨人 大家想起来 如果一个巨人 和一个小小的虫子 他们相比的话 他们根本可能 就不是对手的 所以呢 他们一看到这个 在迦南地里面的 那些巨人之后呢 所有的伊斯利的百姓呢 伊斯利的百姓呢 就非常的害怕 他们说 哎呀 他们那么强大 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他们的 完了 我们肯定是不能 再进到迦南之地了 在这个迦南之地的 这个 这些人呢 就是这个 七个部族的 这些所有的巨人的 其实这是一个 根本就不 无法相比的 这个战争的 但是他们 在过了月节 这是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说 就算是在患难当中 就算是在战争当中 神还是会引导 他们走向胜利的 一个这个 庆祝的一个节日的 于月节就是一个 代表他们会得到 胜利的这个节日的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如果平常 没有信仰的话 那么就算是在 患难当中 神还是不会 来保护他们的 所以那神来 宣布这些 祝福的时候呢 神为了来 给你们祝福 神为了来给你们 那些所有的 胜利呢 但是呢 有的人呢 可能会想 哎呀 我跟着他 会得到胜利吗 我才不想 跟着他一起走呢 那么这样的话 他会 一直会在这个 世间当中 一直会在 罪恶当中的 神是会来 试探你的 在这样的时期 神为了来 赢得你走向 祝福 神为了来 赢得你走向 胜利呢 你们应该 怎么去做的 你不要想 哎呀 我很难 这件事情 我很难 我不想与你们 一起走 进机甲的 神对我们说 让我们进到机甲 那么我们就要 进到机甲的 神让我们过这个河 我们就要过这个河的 神让我们 站在这个巨人面前的话 我们就要 站在巨人面前的 无论是什么 我们要按照 神的话语 来 我们按照神的话 去行的时候 那么就算是 我们虽然像 小的像虫子 无法与那些 大的巨人相比 但是神还会 让我们 得到胜利的 从现在开始呢 在这的各位和我呢 都是需要 这些 这样的坚固的信仰的 然后呢 第三呢 第三点是什么呢 在吉甲的时候呢 他们在吉甲的时候呢 原本是在旷野当中 生活 原本是在旷野当中 他们一直吃了 四十年的这个玛拿呢 一进到吉甲 他们就吃了更好的 在那里呢 是得到更丰富的食物的 玛拿呢 是什么意思呢 玛拿呢 那是在旷野当中 受训练的时候 吃的这个玛拿的 那是 就是说属于 非 就是说 那是在受训练时 才吃的这个食物的 玛拿呢 因为他们在受训练的时候呢 他们是没有时间 说一一的这个 摆饭桌吃饭的 因为在那里呢 只有玛拿这一种 只是为了来 让你的丧命 得以延续下去 来给你一些 能量的这个食物的 所以呢 这个玛拿呢 是从天上 一直是掉下来的 其实 可能是没有一个人会说 吃这个玛拿 就会马上 是每天每天 是吃的高兴的 大家想想 只吃一种这个玛拿 在40年当中 一直吃玛拿 和大家 你的父母给你们 摆的这个丰盛的 这个饭桌 哪个会好吃呢 就是说 根本是无法相比的 可能所有所有的人 都想去吃丰富的 这个食物的 玛拿呢 只是为了来延续生命 来给我们一些 能量的这些 食物的 它其实是 并不是说 因为好吃才吃 这是为了来延续生命 才吃的 所以一说给玛拿呢 那就是说明 你的训练来开始了 你们不要说 白给你们什么 就是非常好的 你们不要觉得 白白给你们 那就是好的 因为白给你们的时候 那是说明 你现在开始呢 要接受玛拿了 吃玛拿了 你要接受训练的 所以呢 白吃白喝 那是说 往后呢 你要进到 这个训练当中的 在旷野的时代呢 是受训练的时代 那是因着人的能力 是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在那里呢 是百分之百 是因着神的能力 神的恩惠 才可以生存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 就算是吃着玛拿 也要相信呢 那么 往后来进到 这样的恩资地之后呢 那就才可以知道 牛奶与米之地的 这个嘉南之地 是多么 是更好的地方呢 到现在为止的 那一个 旷野呢 那是一个受训练之地的 可能是韩国的男人 可能是会知道的 韩国男人呢 他们可能是 都会受到这个训 都会去训练场的 在训练场呢 是没有这个阶级的 不知道谁是将军 谁是一般的军人的 在那里呢 是只是一个训练场 他们在 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吃玛拿呢 也是同样的 他们吃玛拿的时候 他们早晨 吃完之后 他们如果是 多积攒下来的人 那也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 都是同样的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是多攒下来的人 还是没有攒下的人呢 都是同样的 不会是说 我今天多攒下来 今天就会多剩下来的 在那时候呢 是没有朴足之处的 在那里呢 所有都是同样的 在旷野 在四十年期间 他们虽然是 一直是在彷徨 一直是困难的 那么 他们一直是 吃同样的 马拿 同样的了的 马拿 但是现在呢 他们出 那个旷野之后呢 他们会 因着他们所做的一切 来得到相应的 那个成果的 在一起讲呢 为了去征服 那个巨人 为那些 七大部署 那些巨人呢 用心去做的人 他们会得到喜乐 那么可以说阿门吗 我们说 现在呢 不是说像以前那样 你只要上班 你就可以拿着工资的 而是说 你会按照你所做的一切 你努力的这个成果呢 拿这个提成 拿这个成就金的 那么在吉古 在吉甲呢 就是同样的 它是那个开始的 你们为什么不喜乐呢 你们觉得这些与 你们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 不为你们自己的人生的胜利 而去努力呢 然后呢 会因着神 在神国里呢 你们会因着你们 所做出 付出的多少 而拿着多少的成就的 我呢 是在上周开始呢 就得着这个神的话语之后呢 我就边祷告 我觉得越祷告越兴奋 我真是期待在吉甲的时期 我觉得我们EMC教会呢 真是期待 进到吉甲的那时刻开始的 我是因着圣灵的感动 我是得着这些感动的 那么不祷告的人 他就不能感觉到这种属灵的喜乐 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祝福 因为他如果不祷告的话 他在属灵方面呢 就是沉睡的 那么你给睡觉的人 给他看多少金银财宝 他都是不知道的 他都是感觉不到的 你就算是再跟他说 你眼前有这个金银财宝 但是他如果是睡着的话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希望在这的梅一位呢 如果你们 现在睁开属灵的眼的话 你们就可以得着这个财宝的 得着这个祝福的 现在我给你们讲 非常惊人的 蒙福的一些话语的 哈利利亚 我们说玛纳现在是停止了 我们一起来说 玛纳在停止的时候呢 会 你们要明白 彻底的明白这个喜乐的 我们说玛纳呢 停止之后呢 那么你们就知道这个祝福 到底是 多大的祝福 有的人说 我一直来跟教会 跟了十几年 怎么现在一点都没有希望呢 怎么为什么没有一点的改变呢 为什么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样呢 可能是有 有一个人会这么想的 但是 从近到几点开始 从现在开始呢 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现在为止 神一直是与我们 一起是怎么样做工的 我们在这里呢 是建立了这个纪念碑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 要为了下代 为了我们的列邦 万邦民族 我们要向万民 去见证我们存活的神 那么拥有这个权能 拥有这个权能的能力的 我们的神 会通过我们EMC教会的 所有的圣徒呢 来开始一个新的篇章的 我们进到吉甲 在那里呢 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的 那在那里呢 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 在那里呢 要建立一个新的开始的 你们可以坐阿门吗 在这里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们一起想 进到这里的人 就热烈的鼓掌 把所有的人要归神 到现在为止呢 有的人说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是努力的 我一直是挣扎的 但是我没能得到祝福 我一直是在旷野当中 彷徨的 那么从前 你可能是会一直埋怨的 但是你一直是努力的 你如果努力的话 我们的神一定会 因着你的努力 来给你这个提成 来给你这个补偿的 神是我们约定 这个时代 现在就是开始了 为了能得 为了能得到这个祝福呢 从去年开始呢 可能是将近一年半 将近两年时间呢 神一直来给我们感动 要来给我们这个希望 我们我就向主祷告说 神呢 为什么呢 我们刚搬到新宿 没多长时间 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搬家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搬呢 但是呢 神会时时刻刻来 给我这个启示 所以呢 上周 神一直确定来 给我了这个英语 上周 原本是要讲这些 但是因为上周 还是有上周的这个话语 所以呢 今天呢 来讲这个 推迟一周之后呢 今天来讲了这个内容 但是就在一周期间呢 神还是有神的计划 还是有神的计划的 今天呢 终于是宣布了 要搬教会的 我觉得我们的神 是千真万确的神 就算是小小的一面 很小的一面 那神也都是一直是 都能全面的 想得非常的周到的 并不是我的判断 而是我们要完全来 依靠神 我们会把所有的一切呢 都来依托于神 因为神是拥有神的 很多的这个计划的 我不知道在哪 在什么时候 在哪里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神呢 会为我们来预备一切 并且我们也要努力呢 按照神的道 去来创建教会 这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 和神的全能 来赐给我们的 并且神的旨意呢 会实现在我们当中的 还有我们全员呢 我们所有的人呢 就像是今天的 经文当中讲到一样 众百姓 所有的百姓呢 我们教会的所有的百姓呢 一定要进到那 属灵的机甲当中 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去做好 这个进机甲的准备 你们可以说安门吗 往后呢 大家可以拿这个 你们努力的这个提成 会按照你们努力 而得到这个成就的 在新的这个一个王国 在新的时代呢 直到去天国 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会因着我们的行为 去行动呢 来得到这个补偿的 我们的神呢 是计划这一切的 并且 神呢 一直是来为我们 预备好一切的 你们可以说安门吗 上周呢 我们 来得到这个话语之后呢 我没有完全的明白 这个句话的意思 但是我一直去祷告 所以呢 神来让我明白了 完全彻底的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越祷告 我是不得不去 我不得不去兴奋 所以呢 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 好 下面我们就 大声的喊耶稣 之后一起来祷告